妻子白嫩的脸上挂着汗滴,一脸期待地看着我。我跳得好不好看,太美了。我忍住不赞叹道。 妻子因为剧烈运动透着红韵的脸庞,汗珠从锁骨划过,雪白纤细的腰肢扭动着,简直就是人间有物。这么近地看着她绝美的滋容,让我实在把持不住,直接封上了她的嘴。 我的妻子叫江瑶,是一家舞蹈机构的芭蕾舞老师。虽然娇小,但身材极好,腰肢盈盈一握,五官精致,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娇媚。 今天我来接她下班,透过窗户,看到她在舞蹈室练舞。 在白色紧身裤袜的衬托下,修长的双腿更显得奇长,让人心动。 而她上身,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吊带,每一次俯身,都像是在挑战我忍耐的极限。 这层楼本来就只有两间舞蹈室,我左右看了看,发现另外那间黑着灯,周围静悄悄的。 现在这个时间点,学生都走了,整层楼也就剩妻子一个人。 看着她撩人的身姿,我终于还是没忍住,推开了扮演着的门。 妻子看到我进来,向我抛了个媚眼,凌空一跳,在空中坐了个完美的一字马。 我看着她若隐若现的视野线。 咽了咽口水,一把搂住了她的腰。 妻子愣了愣,而后娇羞地说道,干什么啊,我身上都是汗,别碰。 我不是第一次看到她跳舞,但不知为何,眼前的妻子热辣的身材和单薄的衣服,却让我有点把持不定。 尤其是舞蹈房整个一面墙都是落地镜,在妻子刚刚跳舞的时候,我就幻想过。 现在又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呢? 我一边和她折吻,一边搂着她,缓慢移动到墙角,把窗帘拉上。 妻子试图推开我,脸红得像个水蜜桃,但那软弱无力的挣扎,更像是半推半就。 等我把她吻得迷迷糊糊,还是任由我拿捏了。 完事后,我刚提上裤子,却发现最远的那扇窗户没关炎,窗帘有些许缝隙,似乎有个黑色的人影站在那。 我心头一紧,下意识走过去看。 没想到,还没等我走到窗口,就听到外面走廊传来噔噔噔的跑步声。 有人偷窥。 我顿时慌了神,扯开窗帘看不到人影,于是急忙打开门去看。 然而,我只看到一个背影,一瞬间就跑到拐角,进了楼梯间后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从壮硕的背影能够推断,那是一个男人。 我沉着脸回到武岛室,妻子见我不太对劲,走过来问我怎么了。 我把刚刚的事给她说了,妻子比我更加惶恐,紧张地抓着我的手臂,要我陪她去保安室查看监控。 到了保安室,我骗保安说丢东西了,想看一下舞蹈室门口的监控,有没有人来过。 保安室认识妻子的,知道她是这里的老师,也没有多问,就直接调出了监控,让我们自己选时间段看看。 视频里,就在我进入舞蹈室不久后,一个男人从楼梯间里走出来,经过舞蹈室的时候,似乎是听到了什么。 明明已经走过后门了,又忽然舌身返回,猫着身子,趴在窗口那里往里看。 那个男人看了一眼后,不仅接着偷窥,甚至还拿出了手机偷拍,而他就是交台全道老师孙成。 回家的路上,我越想越怕,万一孙成把录下的视频上传到其他地方,又被认识的人看到。 那后果太严重了,我犹豫再三,决定明天去找这个孙成好好谈谈,不管是威逼还是利诱,起码要让他把视频删掉,就算是要出钱解决,也得搞定。 妻子听完我的想法,却有不一样的看法。 要不,还是我找孙成谈谈好了。 我想都没想就摇头,这种事情,你一个女人出面不方便,还是我去吧,而且也怪我,是我太冲动,早知道忍忍了。 妻子抱住我的胳膊,还是我去吧,我怕你和她打起来,如果她不愿意删,你再出面。 我对此很是担忧,本来还想再多劝劝妻子,但她似乎很有把握,坚持要自己去解决。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孙成既然能干出偷拍这种事,自然早就对妻子垂涎不止,怎么可能放过吃天鹅肉的机会。 所以,第二天,妻子满脸疲惫回到家里,告诉我孙成已经把视频删了事。 我也没说什么,只是暗自决定,以后在外一定要管好自己身体。 但从那天开始,妻子就不让我去接她了。 而理由总是同样的,怕我见到孙成和她打起来。 直到有一晚,我半夜被尿憋醒,发现到妻子不在身边,而卧室里的洗手间也是空的时候,才觉察有点不对劲。 她这大半夜的去哪了? 我疑惑地起床,悄悄走出卧室,却发现妻子正在阳台打电话。 我听到她哑着嗓子。 软绵绵地说道,想我了。 那明天下班,咱们去老地方。 还没等我听得明白,妻子继续撒着娇,那约好了,么么的。 听到妻子打算挂电话,我赶忙赤脚碎步回到卧室,静静地躺在床上,脑子有点发懵。 妻子这是出轨了。 感受到妻子小心翼翼地上了床,我决定调查个水落石出。 第二天,妻子正常出门上班。 我提前下班去,培训班门口等着,看看情况是不是像我猜想的那样。 毕竟,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。 等到下班时间,我眼尖地发现一个背影很像妻子的人。 上了一辆黑色轿车,虽然没看到脸,但那个女人和妻子一样,留着大波浪,绣发盘在脑后,用一只精美的夹子夹着,看起来既随意又妩媚绰约。 长裙紧紧贴着胶区,勾勒出了身体玲珑的曲线,露在外面的一节小腿,白嫩光滑,踩着高跟鞋,格外有魅力。 我犹豫片刻,而后急忙开车跟上。 虽然只是背影,一切都还没有定数,可同样的身材,同样的长裙,我已经在心中认定,那个人就是妻子。 回想到昨晚,妻子在电话里的软声软语,我的心不停地往下沉着。 我有种预感,等待我的,将是我无法接受的一幕。 现在已经天色有点晚了,我几次努力,想从后窗辨认黑色车里的女人究竟是谁,但还是朦朦胧胧看不清楚。 但我又不敢跟得太近,只能远远地看着黑色轿车拐进一个树林里的偏僻小道,停了下来。 我不敢开进小道,只能往前又开了几十米,在拐角停了下来。 然后步行进了小道,借着浓密树丛的遮掩,偷偷地靠近那辆车。 只见黑色轿车窗户敞开,前座已经没了人,后座有两个人影正缠绵在一起。 我的心一下比冰还要寒冷,感觉有些站不稳,一下坐倒在车的后轮边。 竭力压抑的动静隐于入耳,我的脑海里已经是一片空白。 就在这时,一条雪白晶莹的小腿从车窗伸了出来,脚上挂着的高跟鞋摇晃不停,随着我的视线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 捡过眼前的高跟鞋,这正是我妻子今天穿出门的那双。 半开的车窗中传出了妻子喘息的声音,而那条光洁的小腿正随着车身的晃动而摇晃不停。 我死死盯着那双狱卒,两眼冲红。 我胸中怒一剑长,猛地起身,我要揪过那女人的脸,看看她到底是不是我的妻子。 我直接一个剑步冲上前去,想要确认那最后百分之一的容错率究竟是否存在。 我一把抓住了那条小腿。 就在此时,有一辆车子拐进了小路里,大灯明晃晃地打在我身上,我被晃了眼,下意识顿了脚步,抬手遮了一下眼睛。 就是这光亮和片刻的迟钝,使得车里的人收回了腿,并迅速升上车窗。 我趴在贴了太阳膜的后车窗上,怒目远征地敲打着车窗,想要看清里面的人究竟是谁。 我看到孙程一边扯裤子,一边挪动身子,坐回驾驶座。 而后座上的女人赤裸半身,背对视我,有用手严严实实地捂住了自己的脸,连个侧脸都无法看到。 我想要换个位置,到车的另一侧去看,而驾驶座上的孙程回头看了我一眼,隔着黑暗朦胧的太阳磨窗,我无法确定她是不是很不懈地对我笑了笑。 汽车启动的轰鸣声响起,车子一溜烟,驶出好几米远,留下浓重的汽车尾气呛着我的肺,仿佛是在对我无声嘲笑。 我反应过来了,立马跑回自己的车。 想要接着追,然而这块地方小路很多,我对此不熟悉,再加上对方先我一步离开,孙程随便几个七歪八九神龙不见百尾,不知道拐到了哪里。 我不甘心地,又四处找了找,但是都是徒劳。 我不再继续浪费时间,终于响起自己裤兜里的手机,一边打电话给江瑶,一边加速赶回家里。 喂,老公。 出乎意料的是,江瑶很快接了电话,声音听上去也很自然,沙哑中带着一丝慵懒,至少隔着这个屏幕听起来并无异常。 我眉头紧皱,用尽全力压下心头的怒意。 问道,你现在在哪? 老公,你怎么了? 江瑶毫不迟疑地接上话,言语依然娇俏。 我冷酷地重复问道,你现在究竟在哪? 手机那边传来一声汽车按喇叭的闭声,而后迅速回归宁静。 我在家里了啊,江瑶声音听着依然很稳定,甚至还带着一丝痴痴笑的意思,你下班了吧,快点回来哦,我好想你呢。 说完,江瑶已要去煮饭的理由很快挂断了电话。 我停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,握着手机,看着面前的红光大脑一片混乱。 一方面,我坚信自己看到的那个浪荡女人就是江瑶,恨不得将她手撕解恨。 然而另一方面,我爱着江瑶,紧紧抓着最后那一丝微弱的,可能不愿相信江瑶会是那样不堪的人。 我就怀揣着这样撕裂而矛盾的想法,回到了家里。 站在家门口,我把钥匙插进门洞里,看着门坝呆愣了半天,好不容易晃过神来了,才想起来要转动它。 我刚一进门就听到江瑶甜美的声音对我喊,回来了。 我不想搭理,但却是下意识按照习惯回应了一声,想到自己普通幸福的生活即将就此打破。 我的心里更加痛苦了。 我走到厨房,看到江瑶正在炒菜,而她身上穿着的就是今天早上出门时穿的那一件。 我沉着脸色问她,你什么时候回来的? 江瑶也不回头,接着炒菜,笑笑说,下课就回来啊。 我板着脸不说话,用眼神打亮江瑶的脖子和手臂,想要看看她的皮肤上有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痕迹。 江瑶察觉到我的视线,把火关了,放下锅铲,转过头来,一把环抱住我的腰,问道,怎么了老公,你今天脸色怎么这么差啊? 我挣扎着后退躲开了,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关上了门。 一切仿佛都是那么正常,然而我依然隔应得慌,心里的大石头一直放不下。 吃完饭后,我提出想和江瑶鸳鸳鸯,一般来说,江瑶是不会拒绝我的请求的,但这次他扭扭捏捏地拒绝了我,说是他来了月室,不方便。 我没那么容易打发,呼一闻道,你不是月底才来吗?怎么这个月月中就来了? 你不懂了,月室这东西很不稳定的,会提前和推迟,可能是前段时间吃辣吃多了,提前个一周也没什么的。 我想到,刚刚在厨房打量江瑶的身子时,并没有发现异常,便不再死咬不放了。 只是我心底的疑虑还是无法消除,因为那个背影真的太像江瑶了。 这天晚上,江瑶洗澡洗了很久,等到他出来时,洗手间里烟雾缭绕,热气蒸腾,江瑶裹在浴巾下的身子都微微透着红。 他洗这么烫干什么,明明这天气还没到该凉的时候。 江瑶洗完澡后,催我也赶紧去洗,等我洗漱完成后,江瑶已经躺在床上避煮眼敷面膜了。 这么快就打算睡了。 江瑶回应道,今天有点累。 我旁敲侧击问道,累。 是因为前几天孙程谈判的事吗? 不是了,上课上累了,我不是早就已经和孙程谈妥了吗? 给了他点钱,逼他当着我面把视频删掉,不然我就直接报警,他就同意了。 夜里,我迟迟无法入睡,偷偷摸走江瑶枕边的手机,背过身去检查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。 没了,江瑶把昨晚的通话记录删除了,而微信里和孙程的聊天也直到前天,内容是关于机构考勤的,看上去都很正常。 肯定有问题,不然梅士山通话记录干什么。 我看着熟睡的江瑶,拼命按耐住自己想要掐住他脖子把他摇醒的疯狂念头。 等着明天来个无可抵赖的抓奸。 第二天早上醒来,江瑶已经离开了。 我向公司申请了试驾,而后马上驱车赶往江瑶的工作地。 那个舞蹈机构也是有老师办公室的,算是给老师休息的地方,而办公室的旁边就是一个小花园。 我的心里莫名有种指引,卡着课程休息点进去后,我跨过小花园的围栏,鬼使神差地凑到办公室的窗边望里通瞄。 没想到,这一瞄,我立刻就火冒三丈,手指握拳。 办公室里有三两个女老师正坐着玩手机,而唯一一个站着的女人就是江瑶。 江瑶侧着身子,拿着一杯水已靠在办公室的门边,正乐呵呵地和人聊天,笑意浓重。 那个站在江瑶面前的人不是别人,就是孙成。 虽然这没什么,看上去不过是普通职场同事交流,距离也不算太亲密。 然而,因为有了前车之鉴,在我眼里,他们二人此刻的状态甜蜜,德拉斯仿佛是一对暧昧的情侣。 如果按照江瑶昨天所说,以她的那个解决方法,即使二人没有闹出大矛盾来,但多多少少肯定见面会将着别别扭扭。 不可能是像现在这样,亲和地面对面谈天说地。 江瑶就是在说谎,她就是出轨了。 妻子背叛了自己的念头,在我的脑海里轰鸣,我气得浑身发抖,但还是没有贸然冲上去。 作为一个瞻前顾后的成年人,我还是希望这种丑事不要在外人面前显露,能私底下解决,就尽量压着,免得惹人笑话。 我缩回身子,默默回到停车场,在自己的车里干等了一个上午。 中午放学了,上舞蹈课的孩子们陆陆续续从机构大门里走出来,好些个老师也离开了,看样子都是打算在门口找家电解决午饭。 但是我在出口片刻不移地盯了十几分钟,还是没有看到江瑶的身影,当然,也没有看到孙成。 难道江瑶在脱堂?或者,他会不会在干什么苟且之事? 这次我不再犹豫,直接奔进机构大楼里,找到了刚刚那间办公室。 但是江瑶和孙成都不在里面。 我开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人,是要把江瑶和孙成找到,然后当面把事情解决。 一楼没找到,于是我上了二楼。 刚一上楼,我就听到砰的一声,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掉落在地。 我寻声找去。 停在了一间门上,写着杂物室三个字的房间门口。 杂物室不大不小,门关死了,可能是被锁了。 但里面断断续续传来了喘息声,暧昧无比,还没看都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。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暴怒地用脚疯狂地踹着前门的把手,一边踢一边骂道。 江瑶! 是你吧,你特么给老子出来。 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,但我踹门的动作不停,骂声一样没停。 江瑶,你对得起我吗?你想死吗? 狗男女,都给我滚出来。 我一连抱踹了十来下。 那个老旧的门把手很快就松动了。 眼看着这门就要被我破开,忽然咔哒一声,门从里面打开了。 杂物室里比较昏暗,但只需一眼就知道,有这种体格和身材比例的,是个男人。 我怒火攻心,连人都没看清,就毫不犹豫地对身面前的人来了一个重拳。 那人刚一开门,就猝不及防地挨了我一拳,猛地被我推到了墙边后迅速反应过来,生生用拳头和我硬碰硬队打了两下。 我听见骨头咔嚓咔嚓的声音,就是不知道是谁的手会更痛。 孙诚看上去认出了我。 脸色大变。 我用上了我以前专门报班学过的拳击术,泄愤地对A孙诚的腹部一顿猛奏。 孙诚怎么说,也是个跆拳道教练,现在晃过神来了,没那么容易被我攻击。 我和孙诚在门边扭打一片,但可能因为我实在忍了太久,这会儿把先前的怨气怒气一股脑完全释放出来,狠意满满。 孙诚这个跆拳道老师竟然一时也没能抵挡住我疯子一般的攻势,连连挨揍。 把孙诚打趴下后,我猛地回头,看向角落里劈头散发的裸女。 刚刚我和孙诚牛打在一起的时候, 角落里的人已经把内衣裤穿上了,这会儿见我要冲过去,哆哆嗦嗦地把自己缩成一团,用凌乱的长发遮盖自己的面容。 就在我扑到那个女人面前,握住她的双肩,想要把她低垂的头掰起来时,我的后颈部猛地受到重创。 剧烈的酸麻胀痛感瞬间冲上我的大脑,眼前一片金光,耳边隐约传来嗡鸣声。 我不受控制地哆嗦了一下,下意识松了手,而后幸运感袭来,我将这身子倒在地上。 就差一点,差一点我就能看到脸。 在意识残留的最后一刻,我听见孙诚恶狠狠地说了一句,去死吧你,坏我好事。 当我再次恢复意识时,我差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。 老公,老公你醒了,吓死我了。 刚一睁眼,我就看到姜瑶红着眼,握着我的手,泪眼婆娑地望着我,身情满满。 我愣了愣,环顾四周,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。 老公,你怎么不说话啊?你快跟我说说出了什么事,你怎么会晕倒在杂物室啊? 姜瑶哭得梨花带泪,仿佛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 我厌恶地甩开她的手,别过头不想看她的脸。 冷声道,怎么回事?你问我吗?你还不如问孙诚。 问孙诚做什么啊?是她把你送到医院的,你怎么还阴阳怪气人家? 做戏挺足的呀,结婚三年,我之前居然一点都没看出来她这么能演。 我冷笑一声,忍着眩晕感,挣扎着坐起身子,怒骂道,我阴阳怪气,我受了伤,现在你还帮着别人来说我。 看着姜瑶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,我忍不来了,选择直接摊牌,把事说明了才顺气。 直接说吧,你是不是出轨了,和那个孙诚?姜瑶几乎是在我说完话的那瞬间,立刻反驳道。 老公,你说什么呢?这话可不能乱说,我不过是和孙诚多聊了会儿天,你怎么还小都鸡肠记挂这么久呢? 我气得差点一口气倒通不上来,几乎就要抬手给姜瑶一个大嘴巴子,但是我还是克制住了。 不行,我现在没有实打实的证据,加上姜瑶这女人舌菜莲花,我个嘴笨的说不过她,等会儿被她一顿操作颠倒是非了就麻烦了。 我心生一气,于是缓和态度,假装自己放松警惕信了姜瑶,对她说,没有就好,我可能得住院一段时间,至少这两天都得在这好好躺着。 一坐起来就眩晕,更别说下床走路了,你帮我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。 姜瑶一听,眼睛似乎亮了一下,软绵绵地说道,好,老公你好好休息,我就不在这影响你了。 说完,姜瑶毫不留恋地离开了病房。 门关上的那瞬间,我愤怒地用拳头蒙捶了一下床板,恨自己傻,居然娶了这么个浪荡女回家当宝宠。 第二天中午,姜瑶来医院看我了。 我问她,你今天去机构上班了吗? 姜瑶神色淡然道,对啊,我总不能一整天都在你这吧。 我没说话。 就这样,假装平和地度过了一个中午。 下午姜瑶又走了,她前脚刚走,后脚我就办了出院手续。 上班,我专门早上打电话给机构,问那里的人姜瑶有没有去上班,回答是她请假了。 而且请假的理由还是说要来医院照顾我,但是早上她的人根本不知道在啊。 由于处理手续费了点时间,等我出了医院大门,已经看不到姜瑶的人影了。 早上接电话的那个人跟我说,姜瑶请了两天的假期,没什么事应该不会专门过去的。 我有点抓狂,意识不知道该去哪里好。 就在这时,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张图片,问我图片上那个女人是不是我老婆。 我点开图片一看,倒吸一口气。 姜瑶和孙程两人十指向寇,正往我家小区入口走去。 姜瑶这是打算带孙程回家。 我看着手机里的图片,一边打车直奔家里,一边打电话给我的丈人和丈母娘,以许久畏惧为由,邀请他们过来我家喝茶聊天。 赶巧两位老人家想女儿了,既然我都这么说了,他们也不推脱,爽快地说,刚好睡完午觉打算出门,直接就准备往我这边来了。 我微笑着挂断电话,脸上的阴沉之色,再次显露出来,一前一后的变化太大,以至于差点吓着司机师傅。 姜瑶,你对我不忍,休怪我对你不义,这是你背叛我所要付出的代价。 来到小区楼下,我看到上次那辆黑色轿车因为地下车库已满而停在了小区门外,停放的地方刚好是在空旷地带没有监控。 我转身到附近五金店里,买了几个长螺丝,若无其事地撒在四个轮子的前面的隐蔽处后,这才进了小区。 打砸犯法还费事,那种明晃晃,容易被人逮住的事,我才不干。 我打电话问丈人和丈母娘到哪了,他们乐呵着说已经到小区门口了。 于是我顺便接了两位老人家,一块回去。 看着他们喜悦的神色,我一边在信里嘲讽,心说待会儿就让你们亲眼看看你们的好女儿在究竟是什么样的。 一边又为他们感到无奈,略微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。 但是我依然决定这么做,因为他们迟早会知道我和江瑶离婚的原因,迟早会崩溃难堪,现在叫他们来,不过是增加了一些视觉冲击,让江瑶无话可说罢了。 我很轻很轻地开了门。 并告诉两位老人家,江瑶现在在睡觉,要他们不要大声说话,免得吵醒他们的宝贝女儿。 他们自然是信服的,进了门后放东西,那叫一个轻手轻脚。 整个家里安静得可以听见卧室里传来的怪异声响。 同时过来人,两位老人家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声音是怎么回事,顿时皱了眉头,问我是不是隔音没做好,隔壁在闹腾。 我笑了笑,说,不是的,您想错了,来,您二位跟我过来看看就知道了。 丈人和丈母娘紧跟在我身后,在我推开虚眼的卧室门时,猛然尖叫怒吓。 丈母娘看着房间里自家冰清玉洁的女儿,正和一个不知道哪来的男人乱搞一团,还都是裸着身子,直接就气昏了头,倒吸了几口气,啊了半天没在啊,出声来,双腿发软倒在地上。 床上的姜瑶,慌慌张张地披上外套,跳下床来想看看自己母亲怎么样了,却被瘫坐在地的丈母娘指着鼻子一通怒骂。 而一旁的丈人不说什么,直接就到阳台抄起量一叉,冲到孙成面前,对他一阵毒打,边打边骂,孙成也不敢还手,被打得在房间四处乱跳,活像一只耍杂的脏猴子。 我就这样静静地站着一旁,看着这场狗血闹剧,既不开口也不动手,就只是旁观。 我的心情很复杂,既因为泄愤而感到舒爽,却也因为摊上这样的丑事而难过无措。 后来,这场闹剧,以孙成被丈人打断了一条腿,江瑶被丈母娘揪着耳朵带走,而潦草收尾。 我和江瑶毫无疑问,就这样离婚了,江瑶净身出户,我什么都没给他留下,但他也不敢说什么,就这样签字分开了。 两个月后,我听说江瑶一家搬到了另一个城市。 此后,我再也没见到过江瑶。 一切仿佛又回到正轨,生活就这样慢慢前进着。